身帮赛的赛道 市场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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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 SERBANG 的赛道 参加的是这个 24小时 K Car Grouper 的 Event 这个活动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参赛的车辆全部都是小车 也就是 K-Car 甚至是 K-Car 你可以看到像 Copern 啊 然后还有一些日本的小车 然后参赛的也不仅仅是马来西亚人 还是有日本人 而这一次 Produa 成为了赛事的主要赞助商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好处给这些 Produa 车主 例如说你给20块 你就可以加着你的 Produa 车款 进来转一圈 然后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有非常多的 Myvi 都有参加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人潮也非常的多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活动呢 其实就真的是很像嘉年华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 Gropper 的 Event 所以它不只是只有马来西亚 Team 它总共有 46 个车队参加这一次活动 其中包括了 23 支马来西亚车队 跟 23 支的日本车队 而且这里有非常非常多 我们平常很难见到的 K-Car 除了 Daihatsu 啊 Suzuki 之外 就连这个 Subaru 的 K-Car 也有来参加这一次活动 而且那一辆 K-Car 连是什么 Motor 我都不是很记得 所以可以 如果你有来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车量啊 种类是非常的多 可以让你打开眼界 虽然说是 K-Car 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的车都是 Myvi 因为毕竟 Myvi 是神车啦 所以有机会要下 Track 当然要下一下对不对 而且实际上 Pro Duo 已经应该有好多年时间没有推出 K-Car 了 我们在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 K-Car K-Car 呢是这个日本专有的车型 因为日本他们的这个法规啊等等 他们会有一种轻型车 然后排放限制 这个排气量限制在 659cc 这样的车款才符合叫 K-Car 但是实际上 虽然说以前的 Pro Duo 很多车的原型车 都是来自这个 Daihatsu 的 K-Car 但是实际上排气量已经突破了这个 659cc 大观 所以严格来讲他们都不是 K-Car 哇 其实你看看很壮观哦 你看看一排气量都是 Myvi 现在很多很多这个 Pro Duo 的 Myvi 已经正装待发 准备下 Track 的 OK 实际上呢 这个 K-Car Global Event 是每两年举办一次 但是就是说今年是 Pro Duo 就是贊助的一次 所以呢他们邀请了这个 Pro Duo 的车主 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而这个活动呢 Pro Duo 车主只需要缴交这个 20块就可以下场跑一圈 其实对于这个没有下过赛道经验的 Pro Duo 车主来说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超值的 OK 他们出发了 你看 OK 这个活动叫做 K-Car Global Event 所以呢 我们不只是可以看到 Pro Duo 的车衣 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品牌的车 例如像我身后的这一台 而且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车啊 好像 Open 啊 等等 所以这个 Event 是相当值得看的 看 这边还有 OK 最特别的就是前面的那一台 大家去看一看 啊 这一台真的很特别 所以呢 这个 Event 除了 Pro Duo 的车之外 还有很多很值得看的车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非常多的 Pro Duo 车 这些都是 Car Club Pro Duo Car Club 的 Member 的车 OK 这个也是 Pro Duo 赞助这一次活动的主要原因 因为嘛 他们想要有一个平台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 K-Car 的玩家 和这个国外的 K-Car 车主 因为这边有20多 Team 的 这个日本的 K-Car 车主 来一个交流 然后 呃 让他们 增加一下这个国际间的友谊 他们是这样子讲啦 OK 我觉得 玩车是真的可以增进友谊的东西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杯子有非常多的这个 Pro Duo 车主 OK 然后我必须再重的意思就是 虽然说是 K-Car 但是 其实我们的小行车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K-Car 啦 然后 Pro Duo 除了在这一个活动上面 就是当作这一个主要的赞助商之外 他们也会提供他们的医疗团队啊 然后也会提供 Safety Car 等等 刚才我们真的看了非常多的 My V 下舱跑 而且带头的那辆 Safety Car 就是 My V 然后 呃 这个活动 Pro Duo 也有推广 就是 让他们的这一个 You First 的会员 有一个比较好的 好看 就是讲说 如果你是 You First 的这个会员 你可以给十块钱再加一千 You Point 你就可以来下场跑一两圈 如果你不是没有关系 你给二十块你也可以跑一两圈 但是呢 他只有限定一百两 所以刚才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原装 My V 都下舱跑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啦 然后最后就是 Pro Duo 自己表示呢 就是这一个活动他们希望就是推荐本地的 Motorsport 活动 因为像 Pro Duo 的车 因为他们有很浓厚的这个日系血统 所以其实拿 Pro Duo 的车来改装的人是非常多的 好像例如说那一个 K3 V1T 就这个很经典的例子 K3 V1T Pro Duo 的很多车都可以改 所以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很热门的引擎了 所以 Pro Duo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来推广一下 就是这一个本地 Pro Duo 的车组的改车活动 这种 Motorsport 的活动这样 以上就是我们 Vlog 的全部内容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这个活动完全就是一个嘉年华会 它不只是一个 Track Day 而已 OK 我们在这边要重新再提醒大家一次 这个活动是两年一次 而且会有马来西亚的 K-Car 还有这一个日本的 K-Car 车队来进行比赛 总共有超过四十多队正在 Serbang 里面比赛 是一个很刺激的活动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不要错过下一次这个活动的举办啦 OK 我是 Ivan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